- 002航母近日,随着中国首艘国产航母首航顺利归来,外界对这艘航母,多久能形成战斗力表示十分期待,就连辽宁舰都开始向国产航母真诚喊话, 期盼002早日加入航母阵营,同辽宁舰并肩作战,002航母基本尘埃落定,所有人都聚焦于中国第三艘航母的进度,对于中国第一艘辽宁号航母,从2012年交付中国海军,六年时间下来,已经从基础课目训练完成相实战化水平的蜕变, 据中国海军军事专家尹卓表示,如果现在接到作战任务,辽宁舰拉出去就能打,这就不言而喻了,辽宁舰虽然是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二手航母, 但是在这个本体上,中国加入了自己的设计元素,完成了中国海军拥有航母战斗群的伟大梦想,而短短六年时间,能够形成初始战斗能力,这种从零开始的奇迹,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, 而即便是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和动力航母,形成战斗力,也要经过四到五年时间,辽宁舰舰载机相比辽宁舰,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,002型国产航空母舰幸运得多,但同样面临着船体设计,动力系统,以及各种装备制造的考验, 更重要的是,在超负荷运转下航母的稳定性,续航能力能不能创造惊喜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002型航母比辽宁舰行程完全作战能力的周期短得多, 据媒体此前分析称,中国辽宁舰上有这样一个画面,在辽宁舰的,甲板上,出现了编后为201,202的新型舰15舰载机, 有分析称,这极有可能是辽宁舰为002训练舰载飞行员,此前军事专家李杰曾披露,辽宁舰之所以训练那么繁忙,除了自身要加大舰载飞行员的数量, 还要为国产航母培养飞行员,以及足够实用的舰载机,003航母模型,关于中国003航母, 外媒称这是一艘可以和美国10万吨级福特号航母相匹敌类现代化航母, 而据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,按照中国武器装备装备一带,研制一带,预言一带的发展规律, 002进入海事阶段也就意味着第二艘国产航母003,可能完成了研制工作,将开始建造, 此外,还暴露出一大看点,那就是这艘航母的舰载机将一步到位直接采用电弹起飞, 平直甲板设计,吨位至少在8万吨以上,而这一猜测,也得到了中国另一军事专家良方在官方媒体的证实, 并且还透露殲31,甚至殲20战机都可能登上航母。